至于另一个方面 始终是一些新经济股 尤其是一些资讯科技股 相对上跌得比较残 如果稍为考虑是一个 搏捞底的想法 我觉得快手和bilibili 这两种都值得去考虑 至于手机设备股方面 很多时候炒一个5G概念的时候 有机会在12月或1月 这些时间炒得更加热 所以如果有耐性去守 作为一个趁低级纳 现阶段小米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